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這次展出的作品 就是有兩件 就是一件叫尋找沉船 一件叫貓做老鼠 當初會做這兩件作品 都是因為跟綠島有關 就是當時是受邀參加 綠島人權藝術季的展覽 然後我就開始在研究綠島 本身有一些什麼樣的地方脈絡 然後我也針對這個人權的議題 就是白色恐怖時期 這個時期的一些事件 那那時候我就發現一個 一個很特殊的連結 就是考古與這個白色恐怖之間的關係 王宏博 這是郭芬子一跟金光戰夫寫的 他在前卷寫的是台灣考古學 應該是光復日劇末跟光復初期的時候 我在尋找資料的時候 就找到了一位考古學家 王三派 那他其實被認為是台灣第一代的考古學家 在白色恐怖時期 最後他是被抓了 然後甚至最後是被判刑處決了 所以他只留下了他考古的這些手稿 那是在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柯伯館有一個考古團隊 依著這個王三派當時的手稿 然後進一步去現場做考古八卷 那就有很豐富的這個考古的發現 就是現在的這個南四坑遺址 這一份是南四坑遺址 哇 這很珍貴啊 嗯 我還在救她 我還在那婆 那我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就去拜訪了王三派的女兒 她現在是一個法師 那她叫做四長池法師 那我就去拜訪她 那她也給我看了很多 她父親當初遺留下來的一些文物 還有在獄中寫給家人的一些書信 那我也請了這個一些做3D掃描 把她父親的一些文物 把3D掃描下來 然後在展場我把它列印成一個3D雕塑 其實這就有點像是用一種當代的技術 來挖掘或是發掘一個距離我們現在比較遙遠的 比如說像是日治時期或是擺設恐怖時期的歷史 我們用當代技術的眼光來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 在綠島鄉誌裡面曾經有記載一篇故事 就是有一艘這個荷蘭的商船 那在綠島附近呢就是擱淺了 我們可以從它沉沒在海底的一些殘骸 可以想像起這過去曾經是很大騷的一串 那我就也是請了這個動畫師呢 他們用3D建模的方式去想像這個船可能會有的樣子 綠島本身它就是一個過去冷戰時期 然後受壓政治犯的地方 那台灣的這一些冷戰時期或擺設恐怖的議題 其實它不是只是台灣的問題 就是它在當時其實它可能跟韓國跟印尼 其實都有相關聯的這一些 在冷戰架構底下一種很相似的處境 所以我覺得這個作品在光州展覽 其實它雖然它的地點不同 可是它卻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對話的關係 在文字幕上設有些會議 在文字幕下有了 我們在文字幕下有很多的地方 但是我們在文字幕下有的地方 就是文字幕下有很多 所以就能解決 我們現在有些人的心思 也有很多地方 在文字幕下有很多地方 所以我們在文字幕下有很多大部分 所以我們就能解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